《赞美的大能》 有一本书叫《赞美的大能》 赞美叫我们夸胜 赞美不光是夸胜 赞美本身就是得胜 就是在我不可能的里面 我因着神的所事 我来赞美祂 当你真正开始这样子赞美的时候 你发现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奇妙的改变临到了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这个改变是先从我身上发生 从我里面发生了以后 就算环境没有发生 我已经过去了 我被提升了 这个水涨高了 虽然礁石还在 但是水非常高起来 而我们这个人可以过去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 我相信你们都可以站在这里做见证 这环境还在 可是因为遇见神 因为碰到主 我们不一样 所以他说要用赞美的原意 把你的荣耀发明 那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这里对神的赞美 说出了我们对神的认识 那我们对神认识有多少 好像我们的赞美就有多少 那我们每一个人对神认识的 切入点跟角度可能不一样 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 很多诗人讲到神是怎样的神 神是蛮有慈爱的神 神是蛮有恩典的神 神是不轻易发露的神 我的神是至高的神 我的神是全人的神 我的神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我的神是我的牧者 有太多太多太多的角度 去形容他对神的认识 所以我不晓得如果现在 我问你 你心中对神的认识 最突出的一个点是什么 你稍微想一下 如果要你现在讲 你会讲什么 大家都想一下 我们已经信主这么久了 对不对 应该对主要有一个 从内心真实的 第一手的对神的体验和认识 如果要你现在讲 你会讲什么 我可以呼召七个人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说一天七次赞美神 有没有任何人要讲大声一点 让大家听得到的 随便 你要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奇妙的救助 都可以 有没有七个人 随便 我没有事先约 所以完全让你们自由 神是一个不改变的神 很好 还有没有 他是全能而且是都肯 他是全能而且是都肯 还有 神是旷野开道路 沙漠开江河的神 我非常喜欢 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 曾经被带到旷野 你才会这么讲 对不对 曾经在沙漠里面觉得 都是死亡没有出路了 结果神为我开了江河 我相信都是我们经历出来的 还有没有人 跟他有点像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好 对神的认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还有没有 经济中的上主 住在经济中的上主 有摩西的声量 但你还没一百二十岁 还有没有 完全接纳的爱 完全接纳的爱 很好 已经五个了吧 最后两个 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很好 还有没有 最后一个 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好 小云竟然也同时举手 你也讲了 神是又真又国 大有怜悯 大有能力 大有恩典 大有慈爱 所以大概 就是因为他是这样子的神 让我刚才多给你一个机会 所以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应该要对神 要有自己第一手的发现 所以不管你现在的遭遇是什么 就算你没有痛苦 没有难处 就是我每一天的遭遇里面 我都可以对我的神 有新的认识和发现 而这样子的发现 会成为我赞美的内容 而这样子的发现 会增进我跟神之间的关系 而这样子的发现 会让我的信心不住的成长 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所以当保罗在大马斯 遇见主的时候 他说主啊你是谁 他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等到他写天文太后书 他快要训道的时候 他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而且我也知道 他要保守我所交托他的 他跟主之间的关系 已经再也不一样 从一个完全不知道 主啊你到底是谁 而到最后他能够那么深的知道 他所信的是谁 约伯对神的认识 虽然经过了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 但是他对神的认识 一直都在加征 都是从他第一手的遭遇经历里面 产生了对神活泼的认识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